資料非常完整 那麼我們在履歷的時候 可能可以依照你的求職的對象做一些修正 比如說有一些公司機構他們比較重視的項目 他會寫在他的偵彩條件上面 謝謝系上的主任老師們做我的照顧 他們有時候在除了課堂上的光滑 會光滑看我進度有沒有落後 或者是哪裡不懂的之外 有時候在下課的時候在外面遇到 老師也會很關心我 就是一些身體狀況或者是學習 有沒有比較落後的感覺 那你透過剛剛主任給你的一些建議 對求職上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對 那未來有沒有打算走哪個方向 後來我是 還是希望能夠找有關自己系 跟自己學習的科系相關的工作 很感謝我們資管系的老師 都很用心教導我們宜君 然後主任也是跟班導老師 幫老師跟主任 我主任也是真的很感謝他們兩位的 一直協助我們宜君 關懷我們宜君 所以你就四年來可以感受到宜君的進步 對感受到宜君的進步 還有感受到一些主任老師對我們宜君的關懷 然後再來我們宜君好像 就是很沒有那種壓力下很自然而然行程 然後我跟著我們宜君也在這四年內學了很多 也是學習了很多 然後我在四年內又看到我們宜君這樣不斷不斷的成長 所以我很感謝學校的這個給我們那麼好的環境 也要感謝系上的主任老師他們 對我們宜君的關懷跟照顧 你預表上面應該要強調你個人的亮點 尤其是你在學業程序上面 你是全系第一名畢業 所以四年來全勤 而且你在四年的過程當中 你獲得了非常多的證照 證照的數量非常的多 甚至於你還主動的跟同學一同去參加校外的競賽 而且還得獎 一次得獎還得了兩張獎狀 我覺得這些都是你可以在你的這個自傳上面 你預表上面用文字上描述 在著移你的這一些證書或是證明文件 一萬九千八 不過呢我看你應該 除此,要做一個空去的 你多各地等 個人如果你要把哪些證書 Sis 您稍後不som 哪些證書 對 是 我不